好 接下来看到这是国道服务区上半年的评鉴结果出炉 全国14个服务区的整体排名当中 以国道3号骨坑服务区居冠 而同在国3的官庙服务区店底 民众尤其对各服务区的熟食产品售价最不满意 其中以国道1号虎口服务区的熟食售价最惹名愿 像是一碗鸡肉饭居然要60元 民众说在外面大碗的才30块真的买不下去 而开车经过虎口服务区的黄小姐 她说虎口服务区吃的东西太贵 她从来不用餐只买饮料 我高宫举止要求各厂商改善 而且会派出市区大队来进行服查